那么凡夫二臣也能够 证得三种不退 这个太稀奇了 太稀奇了 也能够在一生当中得到 谓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这是什么呢 借账弥陀一臣越海 六字鸿鸣之灵 这一句话要记住 他为什么能做到三不退 靠阿弥陀佛本月为一生的加持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叫一臣越海 还有修行 这个拿摩阿弥陀佛这六个字 就能保证你一生 证得三不退 这个发门男性 真不容易 所以这不是靠自己力量 全靠他力 虽然全靠他力 自己要不是真性 要不是真正发运 真正念佛 那阿弥陀佛的力量加不上 也就是帮不上你 佛虽然有能力 帮不上忙 你自己要愿意接受 佛的力量 他就帮上忙了 只要你真的能相信 真的发运 真的接受了 你这一生真成就了 我们看到 典籍上记载的 念佛王僧人很多 我们看在王僧传记 那是过去的 现在念佛人 我们很熟悉的 我们曾经是很好的同产道友 现在他们先去了 走得那么自在 潇洒 让我们看到了 这真的 这不是假的 不生病 欲知实至 晓得自己哪一天走 邀请大家来送行 开网声大会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了 我说 你不是什么 我好 我靠你 我给我